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 二姑很少回来了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 通信比较落后 我们家里没钱 也没有安上电话 我父亲实在想念二姑了 就让我给他写信 可是我写给二姑的信 就像石沉大海 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我们去大姑家串门的时候 说起来给二姑写信的事 大姑叹了一口气 说以后你们不要给他写信了 我们为大姑为什么不能给二姑写信 大姑说 你二姑的脾气不像我 我喜欢和娘家人来往 看到侄子就觉得特别亲 但是你二姑嫌麻烦 可能他在城里待久了的原因 听了大姑的话 我们有些心凉 我们和二姑家是亲戚 给他写信都不行 居然还嫌麻烦 看来二姑是嫌我们穷 就怕我们沾他的光 他是不愿搭理我们这些穷亲戚 大姑家对我们一直不错的 大姑家的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大姑父有腌制酱菜的手艺 他们家开了一个小型的酱菜加工厂 把附近农户中的黄瓜和榨菜等收过来 自己腌制加工再卖出去 那些年 大姑家对我们的帮助不小 当我的弟弟妹妹上学缺钱的时候 没有学费了 父亲就去大姑家拿个三十五十的 大姑爷从来不催着我们还钱 有就还没有也就算了 我们去大姑家串门的时候 临走大姑总是给我们 把好吃的东西带上不少 比如一包桃酥或者两条饼干 那时候桃酥饼干就是稀罕的东西了 大姑家有两个儿子 大姑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 他考上了中专读的诗师范 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里教学 大姑的小儿子是紫城副业 跟着大姑父在家里烟贤麦 每当我去一趟大姑家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很不平静 同样是在农村过日子 我们家过得如此拮据 可是大姑家却过得很富裕 就是因为他们有手艺啊 我已经看明白了 在农村里有手艺就能换完饭吃 学到一门手艺就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决定要出去打工 挣钱补贴家用 再就是传钱去学一门手艺 我和父母说了我的计划 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们实在是过够了穷日子 父亲给了我三百块钱 我拿上当路费 我就跟着村里的一伙包工队 来到了市里的一家工地上干活 我年轻力壮 不怕吃苦 更不怕受累 在工地上 我浑身都是泥水 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搬钢筋和水泥 我实在累了 就躺在工棚里迷一会言 醒来接着去干活 我以为我出了大力 肯定就能挣到钱了 但是让我失望的是 到了月底的时候 带我出来的包工头却说 包工程的人没有把钱拨给他 他暂时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 我一听就慌了 我出门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三百块钱 好在我们县城离市里不太远 坐车花了几十块钱 这一个月我几乎不敢吃饱饭 好在工地上的饭菜很便宜 花钱不多 现在我身上只有不到二百块钱了 怎么办呢 我们一同出来的工友 都怨声再道 哀声叹气 可是没有办法 包工头安慰我们 让我们再坚持一个月 到下个月的时候 也许就会发钱 我又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月 盼星星 盼月亮 盼着马上发工资 当时我的身上只剩下一百来块钱了 可是让人绝望的是 包工头告诉我们 说盖大楼的工程款 还是没有拨下来 只能等工程款下来了 一块把工钱算给我们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对包工头说 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包工头是我本村的一个大叔 他倒是不错 他说我走也行 让我不用担心工资的事 等发下来工资 他给我带回家去 我离开了工地 我茫然失措 我去哪里呢 我一分钱没挣到 而且还把二百块钱花光了 我摸摸都离别别的那几张纸币 一阵心酸涌上心头 这个样子 我哪有脸回家 家里人都等着我挣钱回去呢 我把眼泪咽回去了 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不能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想到了我的二姑 她就住在市里啊 我想去她家碰碰运气 二姑也许能收留我 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毕竟二姑父他们是当地人 门路多 认识的人也多 我特意在路边花了十块钱 买了一斗水果 我提着水果去了二姑家 我知道礼清情义重 如果空手去人家会不高兴 小时候父亲曾经带着我来挂二姑家两次 我还有些记忆 凭着模糊的记忆 我终于找到了二姑家 二姑家是城中村 他们住在一栋大院子里 当我切切地推开二姑家的大门时 二姑正和几个中年妇女坐在那里聊天 我喊了一声二姑 她一愣 她没有朝那几个邻居介绍我是她的侄子 她只是问我你怎么来了呀 当着那几个邻居的面 我没好意思说自己的窘迫状况 我只是说路过这里来看看二姑 我自己找了一个座位 坐在那里 好半天 二姑才和那几个邻居聊完了天 把邻居送走了 这是二姑问我到底来干什么 我对二姑实话实说 说在工地干了两个月 一分钱没有挣到 身上马上就没有钱了 可是也不好意思回家 我想请二姑帮忙给我介绍份工作 二姑一听 马上皱起了眉头 她说 侄子呀 你以为工作是这么好找的吗 你一没有学历 二没有技术 去哪里给你找工作呀 我连忙说 二姑 我不要好工作 出大力再苦再累都不怕 只要能挣口饭吃就行 我不挑剔 虽然我这样说 可是二姑还是表示 她没有能力给我找份活干 二姑说得非常坚决 我心里的希望一点一点的破灭了 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那天早晨我就没有吃饭 我多么希望二姑能留下我吃顿饭 可是二姑说 你也知道了 我没有能力帮你找活干 你走吧 你还是回家帮你父母种地 不要再出来打工了 城里的钱不好挣 二姑也没有要我买的水果 她把水果塞到了我手里 我拿着这兜水果 失魂落魄地走到了街上 此时此刻 我的眼泪终于憋不住了 热泪直流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拿出水果坑吃坑吃吃了好几个 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平时我可不舍得吃水果 我不能继续在市里逗留 我怕再花钱怎么办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回家呀 没有挣到钱 怎么回去呢 回去怎么对父母交代呀 我迷迷糊糊地坐上了 回县城的公共汽车 看到县城里熟悉的街道 我的心里踏实了好多 但是我不能回家呀 我在县城里花了十块钱 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一晚 天亮以后 我一条街一条街地穿梭 我希望能看到有招工的 我盼着在县城找份活干 这时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一回头 原来是大姑家的表哥 他看到了我 他问我在街上逛什么呀 我不好意思地对表哥说 我去市里工地上干活 但是两个月也没有发工资 我不想在那里干了 就回来了 想在县城找份活干 表哥看着我落魄的样子 他知道我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那时候才不到中午十一点 但是他就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饭馆 表哥要了两碗馄饨 四个肉火烧 我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我呼啦呼啦喝了一大碗馄饨 吃了两个火烧 可是我还没有吃饱 表哥又把那一碗馄饨推给了我 他只吃了一个火烧 表哥对我说 表弟 你别着急 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吃饭的时候 他说姐姐家刚开了一个饭店 正确人说 我带着你去看看吧 很快 表哥带着我去了那个饭店 他们一看我比较机灵 也比较面善 当即表示要留下我 只不过是让我在饭店里打扫卫生 帮着后厨洗菜宅菜 我非常高兴 我终于有了吃住的地方 临走的时候 表哥把他身上仅有的一百二十块钱 又给我留下了 他说有困难的时候 再去找他 我说什么也不要我表哥的这一百二十块钱 他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但是表哥把钱硬塞到了我的口袋里 拍拍我的肩膀就走了 握着这一百二十块钱 我想哭 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啊 我去二姑家的时候 他连一顿饭都没有让我吃 就把我赶出来了 大姑家的表哥却主动帮助我 我的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干活 闯出个名堂来 将来报答对我好过的人 到了那年秋天 带我去市里打工的包工头 把我在工地上挣的那两个月的工资 给我烧回来了 当时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在县城读高中 我就把这些钱都送给了他们 当作生活费 在饭店里虽然挣钱很少 但是管吃管住 我还是觉得生活出现了曙光 我在这个饭店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从洗碗工作起后来 我又在这里行了厨师 掌握了炒菜的手艺 当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厨师以后 我拿出这些年存的钱 在县城里承报了两间小房子 开启了小吃店 因为我诚信经营 我把这个小本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后来我的小吃店附近有一个新小区里 改居民楼 每天有很多农民工大哥来来往往的 他们经常来我这里吃饭 给我的小吃店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 我对这些民工宽厚而又仁慈 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给农民工炒菜的时候 我都是上大盘菜 非常实惠 我炒菜都是用好的花生油 这些花生油我是让父亲去附近的油房 自己亲眼看着炸出来的 有一次一个大哥过来吃饭 他请朋友吃饭 他点了四个菜 一盘炒鸡 一份红烧鱼 还有两个青菜 吃完饭的时候 这个大哥才发现忘了带钱包 那时候不像现在用手机就可以付钱 他窘迫地对我说 怎么办啊 我一分钱都没有带 我把钱包落在宿舍里了 我连忙安慰 没事的 以后想起来就给我 想不起来就算了 大哥对我说 现在像你这样实诚的人太少了 换做别人肯定不让我走了 几天后 这个大哥又过来了 他把上次欠我的钱先付给了我 同时他还带来了一大桌子人 我这才知道 这个大哥是这个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把头 大哥实心实意地对我说 兄弟啊 你这个饭店太小了 你应该在附近找一个店面 稍微大一些的 有几个单间比较好 我有好多朋友 我都可以把他们介绍到你这里来吃饭 大哥的话 让我毛色顿开 其实我早就划算过 小吃店虽然生意兴隆 但是毕竟小打小闹 要想真挣钱 就得开一个规模大一些的饭店 正好附近有一家商店要转让 楼上楼下供四大间 我把门面房盘了过来 进行了简单装修 楼下摆了不少单桌 依然招待那些农民工大哥吃饭 楼上设立了好几个单间 优雅而又安静 忘了带钱包的那个大哥 他果真给我介绍了很多客户来吃饭 我越来越觉得好人就会有好报 有时候农民工大哥在来吃饭的时候 我会免费送他们一个汤菜 我的饭店生意越做越大 我已经雇了一个厨师 把在村里干活的二弟也叫来了 让他给我帮忙管理饭店 当然 我更没有忘记帮助过我的表哥 每隔几天我就让厨师炒上几个菜 把表哥一家三口叫来 我们坐在一起喝点小酒 聊聊天 我也一直铭记大姑那些年对我们家的帮助 每到大姑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要给她订一个大大的蛋糕 请全家人在我的饭店里吃饭 给大姑过生日 那年给大姑过生日的时候 二姑突然也来了 自从那年我去二姑家受冷落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过她家 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二姑来到饭店的时候 出于礼貌 我和二姑打了招呼 二姑来到这里以后 她楼上楼下仔细地看了看 她对大姑说 没想到咱这个侄子这么厉害 开启了大饭店 真让人刮目相看 二姑极此语言又止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说那年我去她家的事 我父亲和二姑毕竟是一母同生的 她也好多年不见二姑了 她拉着二姑的手问长问短 我虽然表面上对二姑笑脸相迎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酸涩 二姑的到来 让我想起了那些年我受的冷落 和我所吃过的苦 受过的累 我曾经对表哥说起过去二姑家的事 表哥看到二姑来了 他悄悄地把我拽到一边 他对我说 表弟啊 我知道你心里很纠结 咱们把心还是放宽一些 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你看今天我二爷也主动来了 他应该是知道当年做错了 该原谅的就原谅吧 我想了想 点点头 对表哥说 是的 男人就得心胸宽广 如果没有当年的坎坷 也许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说 我也得感谢当年的那些磨难 让我知道了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自己有本事了 别人才能看得起你 在表哥的劝慰下 我也想通了 毕竟我和二姑是亲人 再说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我何必再去纠结当年的不愉快的事呢 我很快调整了心态 招呼大家落座 当我们坐在一起举卑微为大姑祝寿的时候 我真诚地对二姑说 二姑 以后你过生日的时候也回来吧 在我的饭店里吃饭 这样我们一大家子就能聚在一起 让你和我父亲还有大姑 你们三个兄妹三个在一起好好做做 说说话 二姑感动得当时就泪水连连 她说 侄子呀 二姑好多话想对你说 当年二姑确实对不住你 现在我年纪大了 才知道什么也不如亲情重要 看到娘家人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这里才是我的家啊 我终于释然了 就像二姑说的 什么也不如亲情重要 家和万事兴 忘记不愉快的过往 和和睦睦多好啊 我更加庆幸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我可以报答那些对我有恩的人 做人一定要自强自力 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了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